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随后日本央行是采取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干预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日元是在156左右 那么昨天日本出来削减国债的这样一个动作 确实是让市场意料之外 那么主要原因我们要观察到是在美国方面 实际上对日本政府单方面干预会事是有不满的 我们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早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可能有国家进行干预 那么是不对这个事情进行猜测 但是后来又过两天之后 实际上耶伦就提出说 如果是一个国家单方面对会议进行干预 这是美国是反对的 可以说日本央行在看到两次干预之后 对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 我们知道之前日本央行容忍的日元汇率的上限是150 而且在两次大规模干预之后 我们看到日元还是稳稳的在156左右 而是随时又进一步要有贬值的迹象 在这个情况之下又受到美国的批评 所以说日本当局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是希望通过削减例行债券购买来带动日元的汇率走强 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债实际上最大的买家就是日本央行 完全是一场自编自演的戏 可以说大量的日本国债都是被日本央行购买 那么在日本央行减少购买国债之后 我们看到随即的日本国债的价格就会下跌 造成说日本国债的利率上升 那么这个和美国国债值的利率差就会减小 日本央行是希望这样一个操作能稳定住日本汇率 但是总体来看我们知道 本身日元的这样一个国债的利率和美元的利差 实际上还是相当大的 再加上说日本不管是现在经济方面 还是说汇率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的风险 造成说外资有撤除日本的迹象 那么这个对日元来讲恐怕会带来进一步的贬值 我们知道日本单方面来看日元贬值确实有一定的好处 比如说促进日本的产品出口 包括说带动一些通胀能减缓日本通缩的这样一些风险 但是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实际上也是会出现问题的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 在全球现在大宗商品等种资源的价格上 实际大量的进口能源原材料食品的话 会造成说日本的通胀会直接失控 而消费者会马上感受到 日本物价上涨的巨大压力 可以说日元现在如果贬值过快的话 对日本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所以说中上手术 我们知道日本是想通过在债券方面 削减购买规模来提振日元 但我们认为这个操作还是远远不够的 好 明白 然后回到板块方面 我们看到自从OpenAI2022年的底 是推突的这个CHAT GPP 人工智能的这个投资热潮 就席卷了全球相关的一些产业店 也是受到各方资金的一个追捧 那AI可以说是影响我们人类生活 方方面面了 我们也知道这个AI的运算 大规模的一个训练 需要非常多的这个GPU伺服器 才能够实现变相 是对一些电力的需求是不断地增加 那传统电力由于是污染 等等各种的因素 又不再被开发 那新能源就成为了唯一的出入了 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您了 AI的发展对于这个新能源行业 您觉得将会带来 怎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呢 首先我们知道 目前市场对这个 AI对能源的需求 这样一个预期 实际上还是偏过于保守 我们知道随着这个 英伟达不断推出 这个算力更高的芯片 新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 恐怕会比原有的数据中心 有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就造成说全球的数据中心 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增长 第二个呢 我们知道当前的这样一个 Transformer的这样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它实际上背后是一个黑盒子 那么如何更快地提高 这个AI的这个算力 或者说提高AI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 是要完全通过增大算力来解决的 那么增大算力的背后呢 无疑是会增大对这个电力的消耗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就讲到呢 说AI的尽头呢是光伏和储能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包括像OpenAI创始人呢 这Sam Altman呢 也是有投资核裂变公司 甚至大家也在看这个核聚变 包括像微软呢 现在也是做了一些 关于核聚变方向的这样一些风头 可以说对能源的需求呢 我们认为将来会日益强劲 在美国方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预期呢 在这个2030年的这个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呢 可能会达到126到152G吧 那么其中增长的这样一些 这个电力呢 是相当于说 这个美国总电力的8% 都可能会用来这样一个AI方面的这个算力 当然我们知道 美国因为土地私有化 大规模修建这个输电线路啊 包括说修建这个新的这个发电厂 都会非常费时 所以说我们认为呢 解决美国对电力AI方面需求呢 实际上还是取决于清洁能源 但是值得玩味的是美国最近一直在炒作 说这个清洁能源 中国方面这样一个产能过剩啊 甚至说要对这个中国的清洁能源 包括像太阳能板等等 增幅增加这个进一步的关税 其实是我认为这个是对美国 这个AI发展是严重有影响的 恐怕最终美国恐怕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可以说在这个 不管是光伏甚至说在储能 甚至包括在核裂变 核能方面的需求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都会长期看好 好的 回到内地方面了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财政部 昨天就公布 今年一个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安排 期限就包括有20年期 30年期 50年期 全年是合共有22期 而财政部目前是没有披露 各年期特别国债的一个总额 但是据市场的消息就指出 中国1万亿元特别国债当中 20年期就占有3000亿元 30亿年期的就占有6000亿元 而50年期就大概占有1000亿元 那回顾中国将近26年 只是曾经有4次是发行同类型的特别国债 而最近的一期就是2020年抗疫时期 是发行过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来到支持这个疫情工作和整体的经济 也想请教一下您了 对于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再次发行特别国债 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意义呢 而集资所得的资金 您觉得会投放在哪些领域 投资者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吗 首先我们要看到本次特别国债的发行 实际上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一个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当中 中央债务实际上占比并不高 只有42.4% 可以说还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在当天中国经济低迷不振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遭受重创之际 我们认为相对地方财政来讲的话 中央是确实有更大的取债空间 那么通过中央向地方的划波 也能解决地方政府 目前在财政资源方面的不足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看成是好消息 也可以看成坏消息的这样一个动作 可以说地方政府的债务 确实是有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但是通过中央发债 也是一个很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知道本次发行的特别国债 是有很多长期的国债 包括像20年期 像30年期 甚至说50年期的国债 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充分说明了 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心 我们认为政府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家如果能发行一些 50年的长债 30年的长债 这充分说明了投资这些债券 这样一些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发展 是有很强大的信心的 我们认为本次发行超长规模 这样一个国债是凸显了政府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信心 这个无疑是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很早就在这个节目中讲到 这个市场并不需要对中国人民币贬值 来过于担忧 那么事后近期的发展 我们也都看到了 实际上相对于全球其他的货币 人民币走的是相当强劲的 因为这个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 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 而且是产业链是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这个本身的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 经济体的规模 造成说中国是不必要担心太多的 这个本币大幅贬值的风险 那么现在推出超长规模的国债 也是充分说明中国对 在金融市场做大做强 发展中国经济 发展中国金融是有了更强的信心 那么这个也是很好的 有助于提振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 那么至于说这个国债的用处 我们也看到政府有讲到 这个特别国债将重点投向科技创新 城乡融合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 粮食能源安全 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 我们认为其实比较重要的 实际上就是包括这个 我们讲到了能源安全 中国在新能源 包括像新兴核能 包括在未来AI区对能源的需求方面 能否取得进一步的大规模投资 大规模收益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另外在科技创新 如何能继续赶超世界先生水平 我们认为这都是本次国债会 投向的重点 当然也会有一部分国债会 投到地方政府 包括说一些城乡部门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一些发展落后的地方 进一步能平均走向一个 正常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认为这三方面 是本次投资的重点 投资者就可以把握 这方面的一些方向了 好了 接着我们来聊聊 美国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了 首先是这个劳动市场的一些数据 这个非农就业数据 在连续三个月就高于预期之后 四月份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新增的是17.5万 少于预期的24万 另外上周四的时候 就公布了一组 是心领失业救济人数 标志了八个月的一个高位 而劳动市场 好像似乎有一个降温的一个迹象了 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对于物价的这样一个回落 是有个利好物价的一个回落吗 另外呢 本周三 我们看到将会公布 这个美国四月份的一个通胀数据 您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预判呢 数据的一个高低 将会如何影响 来到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向呢 首先我们看到 美股在本周一周二呢 走势是相当的沉闷 可以说大家都在等待 这个周三即将公布的 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那么市场预估的这个核心CPI呢 是按月升0.3 那么可能会低过 一到三月份的0.4 这个如果是成真的话呢 可以说这是六个月以来 升幅的首次下降 如果是年化来看的话呢 上升3.6呢 也是一个正市场期待的这个数字 但如果说出来的这个CPI超过预期呢 这无疑会严重打击市场信心 我们知道之前呢 市场其实出来的经济指标呢 是相当的残弱 可以说市场的解读呢 是说这些疲软的经济指标 包括像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呢 可以减缓对通胀的这样一个压力 那么如果说通胀 就却会超出预期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说 美国是完全陷入了滞胀 经济增长呢 越发的疲软 而且通胀呢 却至高不下 那么这个无疑是会对美国的股市 或这个带来重创 我们知道这个 实际上昨晚公布的这样一个 这个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呢 实际上是在过去四个月呢 消费者与新无价都是在3%左右的上涨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判断呢 最新的数据出来是3.3%的年化率率上涨 那么这个是自从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包括说对房价上涨的速度呢 也是创下了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达到了3.3 可以说昨天这样一个调查报告的公布呢 其实凸显是说 美国的群众呢 是觉得美国通胀仍然居高不下 房价仍然在持续上涨 那么如果说四月份CPI呢 验证了这样一个趋势呢 无疑会说明了 美国现在有巨大的滞胀风险 那么在美联储也不可以降息 而且经济却开始走向疲软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对市场来看呢 是相当大的风险 另外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这个消费者还 这个对预期当增长比较快的 包括像汽油 食品 医疗 以及说教育租金等来看的话 这个趋势我们看来 现在还是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大家看到劳动力市场的 开始出现恶化呢 收入增长预期下降呢 大家是希望这个能减缓 对通胀的这样一个压力 但是到底是否会出来这样一个结果呢 我们认为本周的CPI数字呢 就会揭晓 就拭目以待了 这个本周三的时候 将会有所揭晓了 非常感谢Michael这一时段 以我们的视频连线 今天财经点评也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